老子是活菩萨 婚女爬佛像要大家跪下 中国一名女子 爬上山西朔州阴县木塔景区内的佛像叫嚣 大喊老子是活菩萨 影片疯传后引发关注 该女子游览大雄宝殿时大声喧哗 站在佛像上大喊哪来的我 老子是活菩萨 天王老子是谁都给我跪下 哪来的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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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有我呀 我是个啥 由于嵌祖无效 工作人员立即疏散其他游客并报警 警员到场后将该女子带离调查 不说不知 应现木塔又名佛公寺霍释迦塔 历史悠久建于公元1056年 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 最古老纯木结构楼阁式建筑 最近火红是因为这里也是 黑神化悟空取景地之一 被施主拜托一切苦呢 尤其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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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悟空的 尤其是 不是 有